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5日,就是今天第二场独报点评节目啊,接着给大家再分享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那么有一个消息是新疆阿克西线5.87地震,一般只要一地震的话,中国的皇帝一般就要白白了,我告诉你,这可是大事啊。 只不过这个级别还不是太高,不是太严重啊,25号12点14分在新疆,克兹勒斯苏和克尔兹四十州阿和旗线5.8级,截止13日,13时战务人员伤亡的报道。 还有一个雪豹,雪豹在瓜州啊,你看这一两天天灾人火不断啊,一般都集中在习近平整肃正敌的地区。 为什么呢?搞的冤假村很多啊,你别看以报什么贪官,因为他手里有权啊,攻击法师这个纪委都他管。 他抓完人就给人脸地一筒,是吧,然后就意识形态开始丑化。 所以老百姓一看,生气气。 抓当官老百姓蹦高乐,傻乐,你并不了解内情啊,很可能有些案子都随一半人一半假啊,有的甚至是假的案子,我跟你讲,才能引起天弄人员。 所以现在中国字可以这样讲,刚才上一场用了一个词叫活在革命,实际就是一场啊,已经暴动了,清了各地狼言四起,啊,再搞下去就像新来革命那种,新来革命不是暴力革命吗,最后联省自治,是吧,然后一个线一个线宣布独立了,悬住自己的县长,完了西平就跑了,大概率是这样啊,不是我在这儿忽悠,这个形势发展,给我感觉很快啊, 当然西平手里有个假不试,那就是挑起战争,啊,打开办,在内度方面有一个新消息啊,这就是宋传网刚刚报道的,四估计老虎被测试,中了两天,两天,缺席重要会议,给大家看看,这也是所谓的贪官,叫彭国谱,啊,给大家看看,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要发这条消息啊,你看看,为什么,那就这个要开人大政协会了吧,汉政绩给他提一下,是吧,你们不要开, 开会的时候发难啊,不是还在有次媒体讲,说是刘元和张有霞两个要发难了,张有霞发难是因为,是这个推备图里边一个工长张的张,说说,备在工嘛,是吧, 其实我认为张有霞是护着他俩,张有霞不悔,张有霞再反对他,也是私下有些小矛盾的,阿盖利他们只是一伙的,是刘元更没有这个实力了啊,那么今天这个抓这个老虎,一看就只是内斗,为什么,你看,湖南省第十四级人道,康委会最新公告显示,彭国谱被抓了, 他被免了,免去了代表的职务了啊,他以前就是在湖南嘛,那就随着老巢,周强的铁客,一看就防止周强的人挑事啊,公开资料显示,彭国谱,六三年出生,长期在湖南任职,就湖南地方吧, 先后担任过湖南大学,这个,西主任,党委副书记,然后08,08年,湖温时代,岳阳市委书记,岳阳县委书记,11年是科技厅厅长,14年,怀华市委书记,你看,湖温时代提问上来呢,18年,湖南省正习副书记,继续在兼任,怀华市市委书记,21年,湖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那么后来呢, 与当年3月卸任了怀华市委书记,就一个人有两个职务,这很容易出事,权力太大了吧,对不对,再加上他这对立派,所以把他抓了,啊,这篇文章就讲什么,讲他抓之前的公开露面,落马前五天,彭国谱还公开拨动,这个1月5号还主持了湖南省人大,科教委,卫生农村工作会议, 其实所有的当官在被抓之前,大部分都不知道,社会感觉都良好,因为什么呢,他本来是胡温的,这个周强这个线,但是都是两面人呢, 你看习近平的势力超强,就假装纵正习近平,他不知道习近平的演会线多着呢,是不是啊,用大连人讲的话,这个事在老了,老鼻子了,所以这个陈希,你看现在保留一个职务,是吧, 像中央党校的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中组部部长不干了,但是李干杰斯的小兄弟听他的,我估计陈希策划,所以抓这些都是他背后陈希,这在干什么,你想多舒服啊,挂一个这个,有这个自家兄弟帮着刷组织,是吧,这边管的行政学院和党校,人都来拜他,他就说哪些人是反对习近平的,一个链子就开干,是吧, 他体上对习近平隔三叉骨,一起喝点小酒,喝点茅台的时候讲半个,最近咱又整几个,都哪几个人,这几个,行,挺好,兄弟,好兄弟,你再干一杯,再干一杯,都是这套,他们不会在办公室办公啊,我太了解当官,都在酒桌上,是吧,撒纳玉的一边,这边躺着,小女孩给他按着酒,是吧,那边穿工作,是吧,都是这个东西,你别看他表面讲什么廉政界, 那都讲给别人听的,他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腐败的不得了,我这不相信,他那么正经,他能上来,他那么正经,福建,就得将腾腾爬上来啊,江泽民来了,是胡锦涛来,他不得哄人家,是不是啊,所以这打击政敌,他把两会啊,就代表了一大反难麻烦了,他干了十年,一大把子是问题,怕人抓住以后,问题了,你知道,他在这之前就开抓了,你看这个彭国普,刚才我讲了一半,他肯定想, 我假装忠诚的,继续看不出来,所以还给他,人大副主任,是吧,其实人早就盯上他了,私下都给他文件都做好了,自己都查清了,哪一天,他不能先抓你去,他让你提前发现,一旦你跑了,或者是自杀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当官真倒霉啊,上午再参加会议,晚上他太太说,今天早点回来,别天老在外面吃, 啊,你再搞下去,真像,网上你老江讲的,是吧,自己的钱不碰,自己老婆不动,是不是啊,你很多人,女的不都是什么,姓名不得了,老公也老一不回来,然后回来是听到这不好的消息,抓了,再一看,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了,到监狱去看了,一看,市委,市委打了头了, 说,要往老家一样,是吧,头发一掉光了,是吧,满脸字,是不是啊,就是,无其相对,无效无言,就当官就都是这样,我在监狱见到很多当官的,因为当官那是厅长啊,天天这个拿个稿头去劳动啊,他要,因为我站岗嘛,我在这坐,他们都送我那岗,回来出去,对他消息报告,才能够出去,但我对他们特别好啊,从来不找到麻烦, 有一个Leonison,经贸厅厅长的,汉十二年了,六十,六十七岁了,那老先生挺有意思,英文讲挺好的,他知道我喜欢英文,英文啊,他就说,你看旁边没有人,老姐,老姐啊,我有一个就是英文的这个演讲啊,我带在身上,你看怎么样,他掏给我看,就他曾经在外贸厅,演讲的时候用英文演讲,老外来的时候,他不都给人家喝彩,这是他人生最光辉的时刻, 谁听不懂,他就把这稿拿下来了,就给我看,我看还行啊,就咱俩聊一聊,那那,挺有意思的,我说你现在,我看你挺乐观的,不乐观怎么办,早起来,不去劳动啊,还有一点熟的,那这些人起的奖子啊,他还没找到好的活,钱没花上,没买到好的岗位啊, 所以看啊,这党官,听讲,听长,你想经贸厅,听长,那也不晓得官,还有辽宁省中级,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厅,听长,信长啊,那那决定了一下,执行厅,听长,自由缺,是不是啊, 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张国普完了,这样一下吧,其实他早就应该做到准备了啊,他因为他都强这个线上来啊,或者他看咱们这节目就明白了,习近平下一个,还会说啊,我就早了,这四大年一样,知道他在位啊,他会把,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挑战他的社会基础,一往打击,他不会,不会留意一点啊,斩尽杀绝, 为什么呢,还有有一天,他知道,落到人手就完了,他现在是属于什么,破罐破碎,就是像王王大命的思维,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要不他就和他爸爸,养了他爸爸,他为什么这么残酷,就因为他爸爸这人长了四八年,他知道了,这个都不是开玩笑的,所有俗虎一旦翻过来,他进去了,他是死无上身之地,我就跟你讲,他太可怕了,这个人老无辣,我给你讲,你看谁像他这样,他没有办法,你想想, 如果他不这样,李克强上了以后,你想他这伙人,或者和这一样,也一样,我告诉你啊,你跟李克强没上来之前,笑咪咪的,上了以后人都翻脸,这个人,就因为他这个政治领域里没有一个权力交接的和平机制,不像是美国,到了五年大选,四年大选,对不对,他有那么个盼头,有那么个机制,他没有个机制,只有互相残杀,而残杀现在,你不能说我残杀你,那都不好意思,三十五呗,是吧, 就这样,所以这个是,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所以中国,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下,这社会又充满了欺骗,因为他的欺骗就变成了一种什么,人的一种本能了,你又不会撒谎,不会保护自己就完了,你动不动直白的一讲,脑袋掉了,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是吧,所以社会上骗子特别多,这里也有,老外当中有骗子,但是少,你看今天, 孙国王,有一题,民警十二次上门,趁着卫国,单身你就是身陷,杀入盼,被骗了四百万,这个女人啊,还是单身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被骗,我看这边门上,主要你有弱点,老想赚钱,还想赚色,她自己一个人欺慕得要命,她男人女人都一样,她一个人她闷啊,闷她在网上游荡,就认识了 一个外表俊朗,下境殷实的男子,你就想,如果她家里很有钱,又长得潇洒,人家就往上去找啊,人家一出了门,总有那个时候,早就被女人给判中,结婚了,是吧,算是这样,基本全是家里记住,不管男女啊,全是天,不可能是真的,你看我在大连开发区看的时候,带着一个诈品番,叫老唐,就老唐啊,老唐是,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三个小夜主吧, 她长得特潇洒,她脱了衣服那个块,身体太好了,你们得看都喜欢 她就是个职业骗子,她每天都在想怎么骗,毫不眼是怎么骗的 她就教这些小孩们怎么骗,这个网上骗这些女的,她就因为骗进来的,INTV讲,人的社会是很麻烦,真的,我只是不愿意,因为这个平台是个文明平台,你讲话以后不好啊 她这个就类似这个,这个男子在网络上对迷你是问寒问暖,还送些小礼物,然后还给他点甜头啊,建立恋爱关系,这个女的竟然相信了 不久后,该男子告诉她,知道一个虚拟货币投资平台,要投资虚拟货币啊,这虚拟货币平台上,突然很多骗子,是吧 你看现在这个郭文贵受审查原因什么,不就搞出心理货币出事了,是吧 如果他不搞生意,就是一个爆料,一点事没有,对不对 爆料你批评共产党还错吗 爆错也无所谓,政治人物没有个人隐私 你就是变得故事,照点谣,都问题不大,他来告一告别 但是你说经营这个事可不是开玩笑,这是法治社会啊,以美国 当然他现在到底是不是骗着美国来决定,法院来决定,不是我来评价,我是讲什么 就现在这个在中国这个社会里,虚拟社会,你要小心 男的就是用一杯女的骗的房子啊,我的女的好多啊,你还有 尤其我办这个节目以来,你说哪一天不收到这要交朋友的女士 那都是漂亮的,二十岁还要来,马上就要来坐飞机来啊 要陪着我,要帮着我,要帮着我做这个视频,帮着我写稿,帮着这个那个,全是义工 你去想一想吧,咋都讲这个样了,老眼灰花,故里盘栓了,还有人来 你相信是真的,一个可能是共产党拍了,一个是你总现的 利用你这个知名度想挣钱了,不是东西这些东西吗 你怎么可能人家那个都那么年轻,漂亮,人家看好你呢 你自己是半疑八脸你不知道啊,我才不相信这些东西 因为我这一生挫折太多了啊,所有错误都去清新造成 真的,就太善良了啊,什么都清新 我这个人这一生就是傻傻,总被别人骗的 只不过咱没骗过别人,说咱整个好,谁才有今天 是吧,在摔倒都摔不倒,你不是在开外交 昨天又到健身俱乐部去,都满满的,一去 哎,残疾人旁边那个位置,大好是由汽车开走了 一看,我这简直太走业了,正好有一个朋友他也跟我去游游 我带他,他说,我刚才有点牛皮,你看,真是老家 你不是和这个车主家策划好,故意给我看 我说你下去问问他,我根本都不认识他 正好这个位置倒给咱,咱一步不用走,放在车放在这 其实咱老家,我运气特好,就因为办了这个节目 虽然我不赚钱,但是真的,你看我现在都上,一大早开始做 人都在睡觉啊,人都在显美的梦中啊 咱们就开始心情的,就开始游荡了,欺乐不穷 我讲这个人就真倒霉啊,然后这个男的就骗他 说是,这个人被这个女士挺紧性的,第一次投了两万 两天后赚了七钱,一般骗子都是这样 这老唐就告诉我,他说,你骗女的啊,一定第一笔就给我给他钱 女的都好钱,说了,你看这个骗子和老唐一模一样的 职业骗钱这样,这个女的头子两万,他马上给他七钱 这女的你看,我的天,眼本亮是吧,这不是骗子 你看钱都来了,马上往里头,等偷多了以后 老唐就讲了,他给他扣钱了 老唐教那些小孩,小孩都是,记得都小偷小门,全学坏了 我说老唐老唐,咱们叫唐老鸭 我说你可坏了,你给这孩子们全学坏了 这哪是记得改造了,全在这里诈骗学校学习 连警察都笑起来了,是吧 在这里讲,他先给他七钱,他发现确能赚钱 比女女士加大了投资的量 被女女士,女性里的女女士相信他了 然后继续往里头,一直最后被他扁了,讲这个事 这很有意思啊 你看这个,出了这个消息,还有另一个更有意思的 你看上次就是和女主播床上运动的和尚 你和尚这东西,你只要当了和尚,你就带什么 就不能有戏女的,对不对 要不就不是和尚,那和尚伟大就在这里吧 就是这个,有种飘起来的感觉 人间的什么,起情路遇都没有了,是吧 这叫和尚,结果这个和尚也是 你看这里讲的,网上热议了 也就关于四川省佛教协会出了个文件 四川省佛教协会关于处理朗节的情况报告 就朗节被举报了,和一个女主持俩 怎么说,有女主持是骗的,和她老公一块儿骗的 这上次我都讲过了,这都是诈骗 为什么从我这么多骗,就是因为这个职论长就是大骗了 大骗的每天都在给人民群众做谎的样 你看这,你打开媒体这都讲的每天高大上,哪天不在骗 全是最好的语言,就共产党讲的,是吧 共产党党管每天都在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国争民主,什么连接奉公 你去生活当中,你去看一看吧 你不给钱,你来给你办事,那当然了 出于感恩的互相之间,走动走动,正常交往 这都不是要腐败 你给人办事,你给人感谢,是吧 给你互相走动走动,热闹闹闹的,还有人情味 那不是,就像这里的没有利用关系啊 朋友之间要重感情 咱们也是啊,经常迎来送往 但中国不一样,你不给人钱,怕这账不给你带,对不对啊 尤其是公安局,共检法 所以他这个整个社会,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骗子 那就是一个什么呢?政治体制的原因,我认为啊 主要是整个体制,这个体制本身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执政党就想欺骗老百姓 老想在位,不想下来 他就在编走谎言,对不对啊 就骗 然后上去以后,他统治这个国家也是骗 你比如说这么多的火灾天灾人祸 像山东这个举线发生这个事务 他就也告诉老百姓,告诉媒体啊 这是一起武装暴动 那么暴动是什么原因 他不敢暴,因为他暴了以后 老百姓直接到处都起义了,他还怕 所以他就每天就在这个撒谎啊 这几天我看的就是台湾那个电视台啊 就以前拍的节目,就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节目 我每个都看到 我看抗战我看了好几遍 我看完以后很惊叹 你想我在大学是历史系,学历史 咱再学习不好也是比较好的学生啊 要不是说,排一两年二年 最怕是优秀生 才发现呢 就是以前共产党给咱们灌输 这个抗战的历史,全是假的 你看那个重大事件 咱们才知道恍然大活的天哪 这就全是谎言 咱们本身大学就是叫做谎言的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共产党,国民党,全是假的事 就是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那当然台湾电视台我发现就是那个 台湾演绎的里边啊 也能看着他们也在就是文过是非 就是什么事呢 西安事变,他报道很少 他不愿意讲蒋介石的丑闻 蒋介石最丢人就是 就是张雪梁和杨虎成被老子栋 他们共产党忽悠了 就他抓了,就这个事他丢人 他不怎么讲 其他基本都真的 包括那个三次反围剿 什么这个这个 蒋介石 为什么把权力交给了这个蒋经国 蒋经国和这个 这个林登辉是什么关系啊 哎呀,我看完以后 我给你很多事都是火燃大物 像连我都是第一次知道那些事 即使想想,你可见中国的老百姓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打台湾 中国老百姓都不敢跳 大部分都支持习近平打台湾的 什么原因 吸脑的吸,杀的吸 就这个社会它没有诚信 所以呢,行行行行都学习近平骗 确实是这样的呀 歌唱也是 他心想我在这个寺庙里边 这个纪律上写的 对吧,你要看出金刚 这种大小诚什么 那可能是不能跟女的有这方面的关系 但是他跟女的 这些,就这些关系从男性的 就人性的角度来讲 他有快乐 是吧,他愿意做 这是一种 他认为这种生活当中的一种享乐 他不能放弃 哎,他又想通过这个主持 在这个地方 都来送钱给我的多好 又满足他的食欲 对不对 对金钱的追求 那全这些好事都是他 那个共产党官有啥区别 共产党官上的不就是什么 港美书记兼董事长 这个企业所有的好都都差 对吧,钱是好的 他一拿钞的铁都给他送钱 最好的饭他得吃 是吧,海参鲍鱼大虾 就起这么多的美女 多想搞一搞 他就得上钞 不上钞不行 对不对 他也是,这不一样吗 就是人性的弱点 他只是给他放羊 发羊广大 那西平为什么不愿意下去 那不就当罐束缚 他在上面多好 你说反对我 抓,抓起来 多爽了 我也想这样 对不对 他这还是一种就是 我认为他之所以就社会这么多的骗子 各个领域都不诚实 和人有关系 那当然这里也有一些 你动不动 你一打开的电脑上就有一个什么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就反正骗你 买他那软件 买完了以后 人都找不着 一旦质量不好 推也推不了 推定可难了 你订阅很容易 我都上到好几次 是吧 那个推特不就是上面写的 你要加入了以后 就是以后你 人点击你这个 就有广告的话 就给我回报 我当然愿意 我都加入 一下转主130多块钱 我一看一分钱没收到 你就想想 我就不订他的 你看就多批 他没有诚实 他应该是好的客户 他应该告诉人家 你这个订阅了 订阅下个月 你这个推特收入 比如哪怕20块钱 让人看 这是真的 人明年还订阅 这叫长期生意 各个领域都有一些骗的 一般来讲 这个大部分都是中国来的 你知道华人 搞这些东西 你包括这个YouTube网站 这些脸书上 就越来越多中国人 就是留学上进来的 只要从共产集权出来 很多人都是就不诚实 你包括平常你现在 他讲的话 为什么我不愿意建议读者 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批评人士 往往他都伸着你 这是假的 我不愿意听 我给你们讲个例子 就知道 我上洛杉矶 一个亲戚请一个人 大家就是 我每次去 去接送 我亲戚可能也不会白让他送 对不对 那是他们之间的事 我就讲什么 路上 这一路上有个年轻人 哎呀我可愿意听他讲话了 他怎么 他就讲我对中国这个 这个 这个 过起来世界做出了贡献 历史性贡献的 你要听他讲 你要相信了以后 你就是个伟人了 他在这讲一边开车边讲 这想我 这这么 我这么伟大 我真干这么件事 影响中国这么深远 他就叫他一讲以后 你这个人了不得 走来走去 跑来跑去 我就发现 他有一个意向 他让我在洛杉矶 成美国成立一个基金会 成立一个江云基金会 他给我来具体操办 说你忙 不用 我给你整就行了 就这些东西 哎我就明白 他吹口的目的 是你想利用你这个来赚钱 我说明白 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很警惕的 所以我不太相信 那当然时间久了 我想 我没表现出来 你能表现出来吗 哎 我觉得应酬 但再去我就想 他是不是这样 我又听他讲的 关于我的历史性的重要 我都不服输了 你要听了以后 他讲了很有道理 你怎么给薄熙来干倒了 薄熙来倒了以后 中国把心事都发 按他讲几百年以后 人们都怀念我教育 我多厉害 但是我心想 我这个懒人 我永远不成立什么 家庭基金会 我也不成立公司 因为我人生追求 不知道不是钱 也不是利益 我就想喜欢这个事 因为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 人都不像别人 想再有人能穿 我来做文字女 我就这么想 后来我就明白了 明白以后 我回来以后 我想我就试探 他老跟我发微信 老访每天都有几乎 等到这个 我讲了一句话 我就说 就刚才我这个观点 我说永远 我不成立什么基金会 马上 他才不发微信了 我这个验证了 他是想捧我的 是假的 这些虚夸的语言 目的 就是想让我在那 搞美国搞基金会 确实你搞基金会 利用江平这个名字 骗钱保着好 出去到底忽悠 说江平怎么样 赞助赞助 到时候赞助 完了 就给自己毁掉了 毁掉了这个信誉 毁掉了这个美国的 言论自由这个东西 是不是啊 我说我决定不整 他才不够发了 从此以为 他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保证等下一次 我再去保证 你找人也不接你 你接你干嘛 浪费的时间 跑你踏踏踏踏 是吧 这是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所以一般来讲 你远道而来 莫名而来 我一般都不见 我喜欢交往什么 就在我的生活当中 偶然相处的 我给我手机 所有电脑 定闭系统全关闭了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能不能绕过去 就是偶然我碰上了 中国人我一聊 和我愿意交往 我可愿意 可主动 甚至一认识 我就上他家去了 因为说 他知道偶然认识 他有缘分的 不管哪里 我都敢去 去也咋的 就喝起来 喊起来 我觉得他们最实在 讲的最实在 无论认识 知道你是言论人士 还是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是关系自己的生意 那最好 谈一谈 哎 我现在积攒 这人来 哪天没有 健身俱乐部 昨天我认识一个 一个一位女士 她是从这个木木 地方来的 你看她那人的政治观点 哎呀 我也看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 骗得多 她也跟我一样的观点 她就说什么 就是执政党的榜样作用 就她本人就不诚实 整个国民都变得什么东西 趋利利害 大家不是为人品变坏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得不说假话 就像她要回国 什么都真实 让加拿大 一问你讲真话 妈就算了 就不抓 也属于控制 监控人员 对不对 你看今天 万维网友片文章 其实就讲这件事 讲什么呢 就中共现在这个 就是隐形的 关于就是监控老板 现在就有一个组织 网络上 因为中国的人的 人的劳动力特便宜 他就是说 搞了一大批人 开始监控人的思想 就是亡奖 这篇文章 其实就讲 你看 他的题目是 人类比 惊人的逆转 在这个栏目里 不是这个栏目 这个栏目上次讲了 它是 种种迹象显示 人类比把握临头 这个临头 第一个是讲临头 第二个就是讲这个事 看起来 恐怖 中国一种神秘群体 高达1500万人 这讲的时候 就讲这个事 从建立网络防火墙开启 中国当局 对于数字集权体制的建立 从未停止过脚步 分析指出 中共监控系统的可怕指数 在于呢 不在于技术先进 而是技术也不是万能 成功在于什么呢 劳动密集性的人类建控网络 因为他人特别便宜啊 便宜以后 他就跟上街夸张 无限的夸张 这个他所在这个区里 这个维稳的难度 这样可以增加编制 人力物力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 其他不达小姨子 情婦都安排在这里 因为这个 这工作太好了 每天上班擦了耳机 监听就行 对吧 跟踪骚扰 王警 看见没有啊 而技术不是万能 他如果没有数百万的 系人 是间谍中共的监控系统 无法运载下去 他就靠这东西啊 1500万 就像现在刚刚开始 以后会越来越躲 随着这个情势紧张 等到战事打起仗了以后 等看吧 等不好的十几个人 就有一个人看着 就看着你 你看 当时这里讲的 中共开发出一套 监控技术 甚至还出口到 其他专制国家 当然中共的投入 也是精神的 他的算了一笔账 仅在二年 包括公检法在内 用以国内安全方面的 次数大概在 1.44万亿左右人比 早在16年 就推出了监控摄像头 人脸识别 和瑞脸监控系统 估计成本 和运营成本 该系统仅仅在 硬件安装了 费了3000亿人比 我认为就上兆了 什么3000 你不知道 他不知道多少兆了 就给了保这些东西 你看王立军那个年代 王立军跑的时候 他为什么给自己整个大麻 对不对 这个加油站跑的 他都知道哪个地方有缺口 他也是 他觉得双洋变法 双洋 我就是跑 就跑不了 你看东中列国 这里不都讲这事 他全搞的东西 你想2004年 2006年 我从监狱释放 那是忽温时代 相对对我 还是温和 我不会翻墙 我就正常上网 看着博客 就网易什么 有时候有点小言论 你稍微一点过得 登登就一排 警察就出了 就出了警察 在那网络上 然后那个西岗区的 网间大队的 大队长就找我了 就打电话 就动动来了 你是不是在上网 或者可以上网啊 怎么样 就开始恐吓你了 你就想 他是牛的是谁 而这些人都是什么 当地政法委 书记 副书记 公安局局长 检察院 检察院 法院长 他们的七大鼓 八大仪 他就是上去暴露 咱们又来到反革命 又放了 这个人正在准备策划 暴动 别的你啥事没有 他给你讲个厉害点 那上去是怎么办 我拨个钱 拨个钱 拨个钱 又晚上 他泡哮女孩 给弄个情妇 我给你找个工作 你看 一个月就两三千块 有的是月一代的 一上班 副警也行啊 是吧 一擦耳机 做那喝着茶 拿着报纸 你这工作多好 你说就是监控就行了 所以你家的门一响 逛到一响 底下楼的退休老大 就探问 老江啊 你要出去了 他就整个小满 那天要坐 他退休也没啥事 天也不好 是不是 晚上拍手 给点钱 给五百块钱 他就干了 你要想起这些东西 你说你做一个人来讲 是自由的 你说是你活着有啥意 我就跟你讲了 这为什么有些人 踏上不回路 因为他无力抗争啊 为什么有人走线 你不走线怎么办 是吧 你在国内 你怎么生活 是不是 你在这你看 哪有这些事 多自由 是吧 你像我做完这个节目 想走 虽然我这个车 才值五百块钱 我最起码 个自由 自由的 爱上哪上哪 是吧 开车就走了 是不是 你在中国 哪有这个自由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 我要讲 为什么这么多的 骗子 你其实都是 以西平为榜样 资深的 辣小小的 小西纪屏 对不对 才能解读 好 谢谢 再见